首相敦馬哈迪上任之後 頻頻走訪日本 和前朝相比 鮮少和中國接觸 不僅被外界批評他老人家 親日反中 經過敦馬昨天撇清謠言說 他是中國的好朋友之後 今天交通部部長陸兆福 和中國駐馬大使白天 也雙雙的搭乘電動火車 到比利州參觀中國的鐵路建設中心 展現馬中雙方親密的鐵路外交關係 天還沒亮 交通部部長陸兆福 和中國駐馬大使白天 兩人現身吉隆坡中環廣場 一起乘搭雙軌電動火車ETS 到霹雷州的華都雅野 參觀中國中車CRRC 在我國設立的軌道裝備中心 兩人一左一右一同搭火車 一起參觀工廠 全程氣氛十分融洽 陸兆福表示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大馬轿長和中國駐馬大使共乘火車 他更將這一次的行程形容為鐵路外交 我本身的訊息今天 為了參觀工廠 這次的行程 是要提示 那種交通部和中國的關係 是正確的 和強烈 我們會繼續 我們強烈的共同 與中國 尤其是關於交通部 我會想要提示 這次的訊息今天 跟 Ambassador Pai Tian 如今中国中车在我国的装备中心 有85%的员工都是本地人 而有的更是资历深厚 对此陆兆福就邀请中国中车 在我国增加投资额度 将业务多元化 除了生产火车车厢 也能生产其他的火车零件 在不久的将来 我国就可以出产 更多的车厢 有望成为东盟的主要交通枢纽 我邀请CRRC 这家轨道装备中心的技术 已经逐渐的成熟 在来临的4月份 这家装备中心会开始交出 13节财联车车厢 和9节双轨电动火车车厢 经过试驾审核之后 相信这些崭新的双轨电动火车车厢 很快能够开车 往返以保和吉隆坡 让全国民众承搭 NTV7 余伟健 采访报道